精彩演出搭配声光效果 吸引大批游客看得目不转睛 街头艺人是新门町的亮点之一 不过现在北市文化局 针对徒步区的街头艺人 寄出新规定 晚上9点后不能使用扩音设备 包含音箱 麦克风 手机 播音乐都不行 这让街头艺人传出反弹 其实最大声的不会是街头艺人 有些商店他们叫卖声音 其实有时候还大哭街头艺人 街头表演的时段 就等于四分之一就直接消失了 对于有些街头艺人的收入来说 是蛮大影响的 土地道应该没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汉中街这一带 那这边的话 一般正常也没什么住家 新门商圈的街头艺人 多半集中在汉中街 看看周围店家多住宅小 但文化局还是接获不少陈情和投诉 旅旅抱怨声音太扰迷 影响周围安宁 文化局才决定晚上九点后 西门徒步区包含武昌街 汉中街和成都街等六处区域 禁用扩音设备 有些街头艺人是觉得是说 为什么不是照夜间十点的标准 没有充分的沟通 就自己决定 这样子是明显是也蛮满汉的这个行为 文化局透露 其实从今年四月就开始加强宣导 但成果有限只好拟定新规 只是如今安抚了居民 街头艺人却行旗反弹 九月十六号就要施行 如何能取得平衡 是否得好好沟通 明新闻传言凯台北方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订阅明示新闻网